今天天氣真是超好 天氣好到 所以很開心有些空檔 在走下去吃飯的時間和大家拍片 Hello 我叫SaiSaiBuds Living Plan 你在看的是TOYS TV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做一個新的節目 應該在TOYS TV 播放 大家都知道專屬我的節目 我叫玩具堂 無論在TOYS TV 播放 或者在自己頻道播放 Briano Channel 播放 都叫玩具堂 即英文叫Figure Talk 但還有一些小的名字 即是一些小的題目 有深水評測 有冷知識 有時事消息 這是一些分享 但關於玩具 賣玩具 收藏玩具 賣玩具 或者行門裏面的一些日視 或者一些點滴 相信大家都會喜歡聽 今天第一集和大家說 先提一提 大家記得幫我想一下名字 好 如果最後選了你的名字 我有份禮物送給你 作為一個小的心意 好 跟大家說 今天第一集 是說什麼 最近有些新聞 有個師兄 就儲了很多模型 於是放在密尼倉 這些就差不多 大家聽到 大家都有份參與 但不幸的是 它的倉被人爆了 於是就不見了裡面的價值 不知道多少錢的模型 那麼 多少我就不知道 一般來說 大家會關心 保險受不受 又或者會不會知道怎樣賺 首先說回 保險 聽聞 迷你倉 有面責條款 應該就不關迷你倉事 至於它自己買保險 通常都沒有賣 除非你特地為了那批貨物去買保險 真的不見了 才可以賠 這個又不屬於天災人禍 所以應該聽朋友分享 這個師兄的個案 如果自己沒有另外買保險 應該就不能賠 另外他就說 不要讓老婆知道 你這件事揚了出去 不讓老婆知道 都應該可以的 大家不要爆出去就行了 即是食協日 那麼 玩玩具 其實今天的題目就是 其實 我們玩玩具 收藏玩具 其實為了開心 我不是說 師兄不讓老婆知道 這個問題是不開心的 但是有時候看到 可能有些 師兄們 或者玩家 可能是師姐也可以 女生都玩玩玩具 有些不開心 我只覺得就是 是一個 hobby 這件事 又花了時間 又花了金錢 其實都是想自己開心 對吧 有時去到我們這個 人生經歷裏面 其實發覺 開心最重要的 所以 既然是一個 hobby 給你滿足感 亦都用了你的資源時間 以及金錢 為何不向開心去想 所以建議 無論遇到甚麼情況 產品不如意 炒價 買不到 甚至甚至被人騙 甚至像你師兄那樣 萬一被人偷了東西 都不要太不開心 我覺得我要想 這件事 其實是你為了開心才做的 如果那件事 最終令你不開心 其實你要想一想 真的 是不是要脫坑呢 或者做玩具 都竟然跟你說一句話 其實我不擔心 因為我講一句話 就算我多有權威 有影響力都好 何況沒有 你都不會跟隨做 你都按自己的想法 不過我提供我的意見 我的經驗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位師兄的case 我就不再多講 因為都知道很多 總之就是希望他 不要不開心 最好運氣 不要玩具 不過講一點題 我說 這批玩具 既然人不爆了 應該對方 都不會拿來收藏 不會拿來收藏 99%會拿去變賣 所以留意一下二手市場 有沒有情況 如果有過 或者你有職可測 因為曾經的玩具店 都通過二手市場 找到懷疑偷玩具 甚至裝物 不妨試試